老北京原先也有炖羊头 只不过炖的时候呢 必须得往锅里头割黄酱 倒酱油 炖出来的那羊头呢 带色 叫酱羊头 那么这李师傅从隋德传过来 这羊头是白摊炖 不带色 老北京人后来就给这种隋德版的羊头 起了个名叫白水羊头 要是现在您想弄口白水羊头吃 跟北京随便找个清真饭馆 一年四季差不多都能买得着 不到一百年以前 吃这碗饭的人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什么规矩呢 卖白水羊头啊 只能是每年立秋以后开始买 连着卖秋冬春三劲 临到入夏以前天一热就不能再卖了 谁要是敢在立秋以前 偷偷的上街做买卖 卖白水羊头 那让同行知道咯 那就算坏规矩了 结操碎一地 以后彻底的就没法再跟这圈里混了 就算坏规矩了 就算坏规矩了